是 岳一 他怎么样了 恕老夫 无能为力 七皇子种的 乃是西域的歧土 只有西域才有解药 但这一来一回 需得十天时间 那时七皇子 早已无力回天哪 是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朱雀格格窯了 我们怕是众继了 众继 暗探的消息 你有查过吗 殿下 暗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的人 定不会传递假消息 暗探不会 朱雀阁却会 你先回去吧 去三法寺搬救兵 殿下你一个人 放心吧 我没事 探快去 住下遵命 住下 你就是朱血格格主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你忍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殿下的吩咐涂上了西域巨毒 西皇子中剑之后定命不久矣 下去了 诺 既然那个丫鬟就在府上 那我亲自去会一会便知 谢一航 真的是疼 太子殿下 这道金汤檐花请你品尝 我们怕是中剑 暗探不出来 朱雀口水 你忍了点 交出解药 你该跟我走 我要杀了你 再过几天 我就要成为恒哥哥的妻子了 恒哥哥 你说过会永远保护我的 说话还算数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当然会记得 今天一间 你和恒哥哥 长得可一点都不像两兄弟 他的记忆又不是回到了从前 所以不记得自己家被灭门 对不起 爹 苏土 我骗了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若我说出真正缘由 你愿意相信我 只知道 interpret 血迹小时候经常和我 脱跑去府外放烟花 也许我们到竹林里放烟花 能让他恢复记忆呢 但我爱 我会伤到你的 走啊 苏徒说 谢宇恒不是黄氏薛烂 但谢家人身上都会有梅花印记 精瘦有肉 云衬有力 他有梅花印记 我怕打雷 黄兄 我也怕打雷 黄小 你不觉得有一点挤吗 七弟打雷三八四十十五烦吗 还是让七弟在外面好好睡一觉吧 你们 黄小的灭力如此深厚 射箱能恢复记忆 或许也能恢复不够 请不吵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